欢迎收听财经民房与美股韭菜王特集 现在录制时间为台湾时间12月23号11点整 本次的主题是 21年最终诞 圣诞节后的美股 按下订阅后我们就开始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财经民房的Roger 这一周呢是圣诞节 虽然大家听到Podcast的时候已经是过了一天 不过还是先还是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也预祝就是2022年的新年快乐 想问大家这一次有没有感受到耶诞行情呢 美股从周一到现在先蹲后站呢 那有没有从中获利去看个人的操作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也非常的特别 听说这位来宾是怎么说 最后一次可以很自由的来和大家聊天 他就是美股韭菜王Alan Alan跟大家打算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Alan 好Alan第一次来M平方 跟M平方的朋友介绍一下你吧 OK 我是美股韭菜王Alan 我做美股大概十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主要的专长会在于从总经的top down 我同样也会认为button up的选股 也是相当一个重要 所以我个人认为top down button up 都是我目前在投资上 在美股的领域上面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恐惧 大家可以在Facebook上先搜寻美股韭菜王 看到一个资助文把它点下去按订阅之后 你就会知道Alan在讲什么了 好M平方其实常常有用户来问说 美股各股的想法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 除了原本M平方在top down的角度来看的话 也来找Alan一起来聊聊button up到底要怎么看 同时要满足M平方Podcast用户的许愿 其实我们的Podcast下方用户就有讲说 他希望可以我们找Feed的Alan一起来聊聊 就是我们的Eason先生 Eason先生你听到了吗 今天就满足你的愿望了 好今天这一场呢 我们邀请M平方的市场研究员 Vienna来跟Alan一起讨论 欢迎Vienna Hello大家好 好Vivi之前就有听过Alan对吗 对我刚进市场的时候 很常看Alan的视频 就是内容很丰富 更新也很快 所以Alan算是前辈来的 对 好所以期望今天的Podcast内容 可以听到两位的一些讨论跟火化了 刚刚有听到就是Alan讲 就是他之后就比较不会公开发言的 所以今天的内容非常重要 可能就是Alan最free的talk的最后一场 所以大家可以 如果你现在听到了 就也喜欢美股韭菜网的话 可以先share给你的朋友 来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集的Podcast 今天我们要讲三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呢 我们先来聊聊美国联准会的政策的影响 还有美股市场投资的想法 好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拉回来看循环 我们问一下Alan跟Vivi 对不同的循环的看法 进而掌握不同区域的机会和隐忧 最后最后你也会听到Alan的投资心法 如何利用总经分析来提高自己的胜率 今天的内容非常多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好的我们马上进入第一个主题 我们先从距离美股 就是最近的一个数据 大家可以来关注数据来聊一下 今天录音的时间的晚上 美国会公布最新的PC 个人消费支出跟耐久财的订单 那这也是M8一直在追的一个数据 那如果有数据更新 我们用短评的方式来跟大家说明 来聊聊11月密大消费新报告显示 多数的民众认为 现在跟未来的财务状况的预期 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那需要留意就是消费购买力 是否被通膨逐步侵蚀 然后会影响美国的消费支出 或耐久财订单 那这一次的圣诞节呢 通膨有影响到美国民众的消费力道吗 11月的密大的信心指数是67.4 然后是这个数值是疫情后的一个最低点 那我们去看一下细项 它其实下滑最大的就是来自于 民众对于未来财务状况的一个预期 那另外的话就是来自于耐久财的一个购买状况 这边信心也是持续的下滑 所以这其实就反映到说 民众他其实是在担心说 通膨是不是会侵蚀掉他们这样的一个购买力 那这个是11月的状况 12月的一个密大 它处值这边是有效服的回升 不过细项的话 可能还要再等到下个月份才会看到 那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经济数据的表现 我们知道年底是欧美的一个消费旺季嘛 那看到11月的一个美国零售销售的 绝对金额是持续的在创高 不过这个增幅是 其实是不如市场预期的状况 那这主要就是来自于电子产品 跟商品百货这边下滑 那支撑的部分呢 就是说月增还是有高速成长 是来自于加油站这边 对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会觉得说 第四季的消费 因为它是落在于一个消费旺季 所以它等于是说还是有支撑的 可是说旺季之后呢 可能就要稍微再来关注一下 这样的一个消费状况了 那我会觉得说 明年的上半年可能会是比较紧张 因为我们也一直在讲到说 通膨目前是看到明年上半年 可能都还是高档的一个状况 那可能是在年中Q2之后 才是会看到一个比较缓和的情况 OK 那这是我们用消费的角度来看这个 最近的一个美国的市场的状况 那也想要问一下Alan Alan你最近关心的美国的总经数据 有哪一些可以分享 OK 那我个人关注的总经数据 大概有两个 我们第一个非常 大家一定都会看的 就是EoCurve的斜率 那当然这个EoCurve的斜率 待会BBN 会跟大家做一个进步的分享 那我提供大家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那么这个观察点 也是目前联准会 就是你能够领先联准会 去观察劳动力市场的指标 那么这就是RSM制造业 跟非制造业里面的细项的雇佣指数 那么这个雇佣指数反映的是 目前美国劳动力市场的 就业复苏的力道怎么样 那我们 我个人是用这个指标 去观察美国目前的罢工的状况 那如果你有发现 这几半年 就是这几个月 这半年 就是罢工潮不断不断的 一个在多点开花的一个发生 好 那从原本的塞港 从原本的码头工人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 开始一些机械的制造业 相关的一些工人 也出现了陆续性的搬动 那服务业也出现广泛性的一个罢工 那这样的罢工的状况 都导致了通膨居高不下 所以我个人是使用的雇佣指数 来观察目前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雇佣指数持续性的一个好转 那么也代表了供应链紧俏的状况 那么可以进一步的缓解 那进一步的缓解 相信可以在明年的EQ22 就是明年的大概Q1的一个地方 会缓解部分的一个通膨的压力 那我个人认为大概在EQ22 大概一个季底的一个位置 大概在4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通膨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滑 那这是帮助Fed的升息的背景 会比较健康 因为目前 为什么说比较健康 原因是因为现在目前Fed的升息的背景 比较像是落后给那个Fed的曲线 就是Behind the Curve 如果大家听过这个东西的话 Fed的曲线 主要讲的是失业率跟通膨之间 一个抵患的一个关系 那失业率的降低 目前美国的失业率降低 像11月份的失业率降低 要到4.2% 那主要是因为劳工广泛性的罢工 那么离开了劳动力的市场 在U3的失业率的统计里面 它不被统计到了 因为U3的失业率统计是 最近4个礼拜 你有在找工作的人 你才会被统计在里面 那目前的通膨压力 主要来自于缺工 工业链的稀缺 这些涨价压力 最重要就是没有工人 那如果各大的工会 可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在一季 甚至一季半的位置 可以跟劳工 达成一个劳资的协议 那么相信这样的失业率降低 会是一个比较健康 不像现在 现在是劳工脱离劳动力市场 那未来的话 如果劳工是回到劳动力市场的 那这种的失业率降低 是比较健康的 那我相信 这会有助于缓解 通膨上压力 那么这样也会帮助 Fed的升息循环 在经济的基本面上 那么比较让市场安心 好 谢谢Alan 其实有在关注 金融市场朋友都会知道说 现在供应链紧张 很多部分 看媒体也都会知道说 很多的货是塞港 塞在美国的这几个大港里面 那塞港原因也是因为缺工 所以刚刚Alan讲到的就是 劳动的这个罢工状况 可以来持续关注一下 问完了这样 最近的经济数据之后 我们来回顾一下好了 市场资金流的最大专家 就是联准会 我们在上一节节目 跟Ryan讨论联准会政策 联准会12月的利率 维持基准利率不变 但是不管是加速缩债 或是明年的升息 看起来都见在线上了 那他们也把 就是通膨的暂时性 这三个字也把它delete掉了 好 那这边要问一下Vivi 就是美债职域的走势 预期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简单来问应该是 股市还优于在市吗 好 在市最近的波动 其实也蛮大的 我们从在市的一个 选择权波动来看 也就是Move指数 那这个Move指数 其实就是有点像股市的 VIX的一个概念 不过它是衡量在市波动的 那这个指数呢 它在今年第四季的时候 也是走升到 疫情之后的一个新高 那主要就是在联准会这边 联准会它上次的一个会议 除了它去加速缩债之外 也调升了明后年的 一个目标利率 那所以我们看回到股市这边 股市最近的走势 其实是比较震荡 可是这个震荡 也并非是一个大幅的修正 主要是因为市场 其实在这一次12月 的FMC会议之前 对 就有先猜到说 它可能会去做一个 比较鹰派动作 那这次会议的结果 其实也算是证实的市场 对于明年升起三码的预期 那这个预期呢 其实就反映在 短天期的一个债券殖余率 我们可以看到 两年期这个债券殖余率 在10月的时候 就开始快速的拉升 而不是等到12月 FMC会议之后才开始动 那另外一方面 刚刚讲到短端嘛 那长端的一个利率的状况 是怎么样呢 长端的利率 其实反而是走缓的 我们看到年初 也就是在3月的时候 看到说10年在这边的 殖余率有一度来到1.7% 可是好像是在 Q1之后就 没有再看到 是有破高的状况了 主要是因为 之前的一个 Omicron的一个病毒 然后造成说 市场对于景气的 一个预期是回落之外 另外就是在 这几周油价的一个修正 其实也是确实有 带动通膨预期的走低 那这些都是会影响 长端利率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刚刚讲完了 短端跟长端利率走势 那长短利率这样子动的话 其实就反映在 殖余率曲线上面 那一个健康殖余率 它其实应该是正邪率 就是陡峭的状况 因为逻辑上来说 长天期的债券 你持有的期间比较长嘛 所以你相对来讲 你就会去需要一个 流动性的铁水 所以导致说 它的殖余率 应该是要比 短天期的还要高 那殖余率曲线呢 今年来看 其实它最陡峭的时间 就出现在今年的三月 就是刚才讲到 常在1.7%的时候 那三月之后呢 其实接下来 今年大部分的一个时间 都是看到殖余率曲线 是不断走平的一个状况 最后拉回来看说 殖余率曲线就是 Yelcurve它对于股市 到底是有什么影响 那殖余率曲线 最差的状况就是倒挂嘛 就是说它的短天期 是深破长天期的 或者是说像贸易战的时候 可能是长天期 反而去跌破短天期的状况 那这样的一个倒挂 对于景气来说就是一个警讯 不过我们目前看到 我们先去看 明年的一个状况 明年各国主要GDP 都还是维持在成长 而且是一个不低的增速 包括说美国这边的年增 大概是有5个percent以上 欧元区也有看到4个percent以上 那台湾呢 台湾我们知道 今年的基地是非常高的一个状况 对那其实在 包括主基础啊等等的 这些的一个预估 明年台湾的GDP 可能也有3个percent到4个percent 所以我觉得说明年要看到 知识率曲线去倒挂的一个几率是不高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长短天期的一个利差 我会觉得说它 不论是扩大还是收债 其实它只要是 维持在零周以上 就是正值的状况 就代表说知识率曲线 它都还是正协率 而且不是倒挂的一个状况 那这样的情形 其实就是 对于比较一个长期的投资来讲 都还是股有余债的状况 好 明方其实在关键图表这边也有讲到 就是长短天期利差 那现在看起来是 长天期是比较走平 那短天期是比较走的 走升的比较快 所以在利差会缩小 但是刚刚比比较娜也提到了 明年要倒挂的机会 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 主要看到的是各国的GDP 还是维持成长的 所以大家可以来观察一下 这个长短天期利差 好 一样回到联准会的政策 这也很有趣 就是Alan在视频 在影片里面有提到说 Taper早已不重要 你认为市场已经全部price 还是你有什么发现 那更进一步来问 你觉得接下来要用什么方法 选股会是比较好的方式呢 Alan OK 那为什么会认为Taper 目前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我们必须理解到 虽然美股 它不是完全效率市场 因为我们基本上 如果一个市场是完全效率市场的话 我们就没有edge了 那edge就是 资讯的一个落差 我们可以有这个价差才可以 就有价差才可以赚 那如果它是完全效率市场 你的edge就不存在 你获得的资讯跟 别人获得任何一个人获得资讯 对 是一模一样 没有edge 基本上完全价差一天内 或许就完全反应 半天内完全反应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 美股仍然不是完全效率市场 那美股对比其他市场来说 是非常高度效率市场的 没有错 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事实上Taper其实不太重要 那我们重点一直在观察的 其实都不会是Taper 而是未来的一个升息预期 并且比如说它的升息的速度 那么升息的时间点 是不是可能往前 那目前我们都可以知道 不少的外资 那我个人收到一些 不少的一个外资的报告 那仍然预期 那明年那个FED 会在六月上一个升息 那但我个人认为 六月好像有一点点的太晚了 可能不会在六月 那么最快可能会在三月或五月 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考量到目前 那个美国的失业率 在那个菲利普曲线上面 一个达成的一个状况 菲利普曲线我们刚刚有讲到 就是通膨跟失业率的抵换的关系 那联准会的那个通膨的目标 是2% 那长期通膨的一个菌质 那其实早就已经达到了 所以联准会使用了一个 AIT的一个机制 然后放宽一个通膨的目标 让自己不要那么早的 在2021年 就被推着要进入升息循环 那在所以失业率端 其实一直都是联准会 最关心最核心的一个任务 现在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那失业率现在 联准会正在等待 它进入一个充分就业的状况 那么11月我们可以看到 11月份的失业率 已经来到4.2% 那现在ISM制造业 PMI的雇佣状况 其实有在改善 我们刚刚讲的雇佣指数 那非制造业的雇佣指数 其实也有在改善 所以我个人认为 FED可能会比市场预期的 还要更早升息 但升息的时间点 可能会更早 我个人认为可能会在3月 最快3月要最慢5月 但是升息的次数 我可能还在观察 因为现在联准会的点证图 丢出来是可能会升息3码 对升息3码 但这个升息3码 或许是已经考虑到 比较大的 比较广泛的一个通膨预期 而且我怀疑 联准会想要做预期管理 利用升息预期 去打击通膨预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 我讲什么 就是虽然它不一定会升那么多 但我怀疑 它想要用升息的预期 先拉升市场的升息预期 去打击未来的通膨预期 那升息的次数 我个人认为 如果飞幅曲线 在通膨 通膨如果在明年 上半年大概下滑一点 可能联准会的升息的压力 就不会这么剧烈 不会这么剧烈 可是了不起升息的时间点往前 可能会不是升息3码 或许是升息2码 那这对股市来说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利夺 非常重要的一个利夺 好 那不管是升息3码还是2码 那我们先撇开这个 那我建议大家在上半年 EH22里面 我都建议大家在投资组合的一个风格里面 去做一个转换 我知道2020年很好做 你随便躺着赚 随便躺着 随便做随便赚 那成长股 我相信很多人 大家都有持有很多的一个成长股 那比如说比较有名的好的 比如说什么DDOG 比如说什么Snow 当然Snow是相对非常稳健的一个成长股 那像其他的像最近已经跌翻了 比如说像SE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有一些成长股 他这一波的估值杀下来 那大家一定会想要去减 一定想要去 像我个人我最近也减了一些 那怎么减 怎么减就是很重要的重点 我建议大家在减成长股的这个部分 你可能关注的是 未来可能可以被PE估值 什么叫可以被PE估值呢 因为像我个人的话 过去在成长股的仓位 都是使用EV3 Sales 或是用PS的方式去做估值 那这样的估值的方式 就是他们针对 还是比较不赚钱的新创企业 因为他们本身就在 因为在刚 可能比如说在市场上面有很久 他们的产品也是刚退出 我们在S Curve上面 在S曲线上面 还在于前缘 在Early Stage的状况 所以他们在一个早期阶段 所以他们不太赚钱 都还在资本支出 都还在烧钱 所以他们EPS出不来 所以你会使用EV3 Sales 或是用PS的方式 去做一个估值 但是问题来了 随着明年来到一个紧缩循环 我建议大家 对于过去这些成长股 你要给它更少的耐性 更少的耐性 你过去可以给它两年三年不赚钱 你都受得了 但是随着市场的宏观 Macro Top Down看下来 如果它明年还是不赚钱 展望到后年 它还是不赚钱 你可能要非常非常一个谨慎 因为总体的经济环境 其实是在收缩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 在EV3 过去你用EV3 Sales 用PS的估值 未来我希望大家 你的Portfolio里面 可以找这种转机股 就是它未来可以 在一年内或是半年内 它就实现获利 了不起你能等到2023年 这种就可以实现获利 可以未来转做PE估值的股票 有的有的 真的还不少 还不少这种股票 是有的 是有的 而且这一波估值有撒下来 我提供给大家做一个方向 一个思考 好 谢谢Alan Alan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 除了用PE估值的方式 去选各个之外 他有讲到说 明年还是要去转到成长股 就是EPS有万转正的一个成长股 那这些也要来问Vienna 就是说联准会明年预期升息 刚刚我们讲的 他现在是用预期升息 去处理就是预期通膨 刚刚Alan有提到 那再怎么样算 都还是算长期低利的一个环境 这是不会变 那请问Vivin 你认为成长股还能延续吗 好 就像Roger刚刚讲了 联准会这一次 你去看他FOMC的一个利率点证图 那他的长期的一个利率 其实还是顶毛在2.5% 就是没有变的嘛 那2.5%他的一个水平 大概是落在哪里 其实基准利率2.5% 大概就是在19年贸易战 他降息之前的一个水准 所以基本上来说 你把时间再拉更长来看 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一个水准 所以这样低利率的一个环境 其实它是相对于 有利于成长股一个比较长期的表现 尤其是在说 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个半导体周期 就是在我们也讲到库存周期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产品周期 那这个产品周期 其实也还没有走完 所以许多就是有在于趋势上的一个产业 他可能还没有看到获利的一个实现 可是可以确定的是说 有非常多的一个相关资源 都不断在投入 所以从大方向来看 如果你们去把MSCI 它的一个世界的成长的指数 跟MSCI世界的价值指数拉出来看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说 2008年就是金融海啸之后 也就是全球进入一个 非常低利率的一个时代 在2008年之后 成长股它的一个这个指数 MSCI的指数 它是一路去碾压价值指数的一个表现 尤其是在近两三年 就是贸易战 然后疫情之后的 我们看到无限量QE的一个时代 这样的一个差距是更明显的去拉大 就是说在成长股这边相对于价值股 是大幅喷出的一个状况 那短期的话 刚刚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再讲 明年FED的一个政策 那明年确实利率环境是有在改变的 那不免说这之间还是会看到 一个修正一个波动 然后包括说不管是估值啊 或者说刚刚Ellen提到 这个耐心可能要去降低的状况 那不过我会觉得说更长期来看 我觉得全球要回到过去的 一个利率水平比较高的一个状况 是非常难度的 另外来说就是产业的一个趋势 它其实要被扭转也是不容易的状况 好谢谢 那我们来问一下产业好了 都已经讲到产业趋势 最近蛮多机构的 都有讲说对明年的展望 那都会讲到说 美股的涨幅可能会有点趋缓这样子 但今天Ellen我们来问一下Ellen 就是长期来看 你觉得哪一些产业比较有投资的价值呢 OK那我对于先讲一下 对于明年美股的一个涨幅 我觉得明年美股涨幅可能在10%以下 我知道我会收到一些报告 像高盛跟JPM 有些报告会认为明年的涨幅可能会在 double digit以上就是双位数以上的一个增幅 那我个人是比较保守看一点 就是大概6到8% 我个人就认为可能就是差不多的一个区间 10%可能就是我个人认为是不错的一个表现 那中期看来刚刚问到产业 那我个人认为主要关注在 我个人是关注在SARS类股 SARS类股的软体股 那我这一波里面可以看到SARS类股的估值 出现了小幅度的一个修正 包含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讲的DDOG 刚刚讲的Snow 都是一些传统比较强健的 SARS股 然后包含了像现在比较 全职股里面比较大的就是微软 微软的SARS股 那为什么看的是软体这一块 主要是因为我们看到了Google Amazon Facebook 在云端市场的一个资本支出 CAPEX 待会跟大家讲一下CAPEX循环 就是CAPEX的一个资本支出的一个态度 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发现这里是业绩最具确定性的一块 为什么讲业绩最具确定性 因为大家想要如果你是老板 那你一定会 如果你愿意 你要提拨资本支出 你不是先看到需求 先看到订单 对不对 那你看到需求 看到订单 你才愿意提拨更多 愿意投资 提拨更多一个资本支出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直线的一个想法 这很正常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那在这个想法里面 我们来验证一下 在微软的3QA 我包含2QA也是这样子 1QA也是这个样子 那3QA财报里面 微软的2B的合约的 履约的履约余额 这叫履约余额 那履约余额是在微软里面 比较一个领先指标的一个项目 如果大家财报里面可以看 去看一下2B 尤其是2B的 那2B的合约履约余额的成长 目前在3QA里面 第三季来到31% 那展望4QA而已 我个人预计会来到32% 就是有更多的大客户 他旗下2B的 这些Business的客户 那往前面走 我网约跟他们下单 设置转做年约的一个部分 在微软的财报里面 我个人是这样预期 那合约履约的 余额的一个增长状况 一直是微软在云端 应收里面的领先指标 那我个人认为这反映了 以后持续有更多的 美国企业的云端的需求 所以总体而言 我看好的是2022年 从SARS类股而来 伺服器 伺服器产业的一个展望 好 既然都问到SARS和伺服器 我想问一下 最近大家很行业在讲的产业 元宇宙 Alan你觉得该超前部署了吗 OK 那元宇宙 我相信很多人 会去做一个超前部署 那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 就是买硬不买软 买硬不买软 为什么这样子 我个人认为 美股的基本面好的公司 很多 那我也理解 为什么大家要去布局元宇宙 因为好的公司多 所以你要找风口 那有Story的股票容易涨 因为有Story的股票 是站在风口上面的 没有题材 有基本面再好也没有用 所以题材是很重要的 那在元宇宙的题材里面 我比较不白硬的是 软体跟游戏 软体跟游戏 尤其是游戏这一块 尤其是这一块 那我个人认为要发展到 所谓的元宇宙的概念 在虚拟实境的一个状况 我个人认为软体还太圆 可能软体可能还太圆 那不管是Meta 或是其他的公司 要发展元宇宙 他们势必要先建置硬体 所以我个人认为 买硬不买软 在元宇宙的题材里面 那买硬不买软 就会点出很多个股了 比如说NVIDIA 比如说AMD 那NVIDIA跟AMD 最近有小幅度回档 回档幅度不是很大 那再往下 我们可以再往下 可能就是TSMC 那TSM TSM在这一波里面 在半年来 一年来几乎也没什么长到 没什么长到 那我相信这是 没有硬体的support的话 那元宇宙的概念 可能很难形成 OK好 那这是Alan的看法 那Liviena呢 有关注 特别关注哪些产业或题材吗 其实从今年下半年开始 我们就有一直在强调说 选产业的重要嘛 那以台股为例 我们先不讲美股 那台股这边的话 其实明显下半年的大盘 其实就有点张不动的状况 可是这样的大盘的表现 其实不代表说 产业或是个股 它没有表现的 尤其是目前我们看到 基本面 有许多产业 是它在进行库存调整的 那资金面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估值调整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更要去筛选出 明年它还是有 获利支撑的板块 来去进行投资 例如说 半导体产业好了 半导体产业 它其实就算是 这一次库存调整 比较健康的 尤其是在车用半导体这块 明年都还是可以看到 双位数的一个成长 或者是像说 比较是高运算的 ABF宅板这边 它的供不应求状况 是更明显 甚至说它的供不应求 甚至是有到2025年 就是目前有看到 2025年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刚刚提到这两块 都是受惠到说 我们讲到一个 比较长线的一个产业趋势 像是电动车 5GA 甚至说 刚刚在聊的 元宇宙的这些的趋势 来带动它的一个需求保证 那元宇宙的一个题材 这边补充的话 我也是认同Alan刚刚讲的 我觉得说 目前其实有点 还是偏向是在 做梦的一个阶段 其实有点像是 很多年前的一个电动车 那我觉得目前 元宇宙就是在这个阶段 不过有一些是 它的获利可能是可以 在比较早就去实现的 相关产业 例如说 刚刚有人提到 买硬不买软 像是最近有观察到 光学的这个族群 就是它可能是应用在 就是VR或者AR 头盔上面的 镜头上面的 就是我会觉得说 像这一类的方向去思考 它可能会是 元宇宙的一个题材里面 比较solid一点的 观察的一个标的 好谢谢两位在 第一部分告诉我们 从美股最近的数据 然后再看到 联准会明年的态度 然后再到产业 甚至到选股方面 我们其实都有一些琢磨 下一个主题 我们来聊一聊循环 好进到我们第二个主题 圣诞节的前后 美国的首席医疗顾问 也就是大家应该在 媒体上看到很多 就是佛奇 上周有呼吁大家打疫苗 不只是Omicron 他也听到美国 还是面临着 Delta病毒的卷土重来 甚至中国最近的西安 好像也开始要 也开始封城了 那我想先为比较 疫情这样反反复复 供应链的干扰 明年还会缓解吗 那接下来会怎么影响到制造业呢 我觉得疫情方面 其实它对经济的影响 已经是不大了 虽然说我们最近可以看到说 像欧洲地区 它是再度的提高控管 但是我觉得要出现 像是去年或者是年底 这样的比较大规模的 一个封城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然后因为这样的封城 再去导致说 供应链再度中断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也是不容易减到 主要就是因为 在前几集有提到说 Omicron 它虽然它的一个传染率很高 可是它的死亡率跟重症率 是比较低的一个状况 另外就是说新的疫苗 我们可以看到 菲尔他讲到说 虽然打两剂的一个保护力 是降低的 可是你如果再追加 去施打第三剂的话 还是能够非常有效 去避免到这样的一个变种病毒 今天早上最新的那个 FICE好像口服疫苗没过 好像是可以通过了 所以看起来也是 如意刚刚讲的 就是新的疫苗 或是新型的疫苗 应该都在路上这样子 那他们也有 就是预计说新的疫苗 会是在明年三月的时候释出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其实不用去太过的担心 那讲到供应链的状况 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回来看库存 因为到下半年 越来越多产业 还是进入到库存的调整期 例如说我们这边就先看一下疫情影响比较大的 例如说像是汽车供应链上面 那目前比较有趣的状况就是 汽车相关的一个存货 几乎都是堆积在Tier1供应商上面 例如说像是Bosch这种零件供应商 可是呢中端的OEM商 例如说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些车厂 像是奥迪福斯这些的车厂 它的库存是非常低的一个状况 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 其实也反映在总经的数据上面 例如说美国最新的存货销售比 在零售业这边又是在创低的一个情形 那零售这边的库存 为什么一直补不回来 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于汽车这边的库存 都是非常低的一个状况 然后它是没有办法去进行回补的 而会出现这个状况呢 是因为说Tier1 刚刚讲到Tier1供应商 其实它会出现存货堆积 那这个存货都大部分都是半成品 就是WIP 就是Working Progress的这些的一个成品 也就是从今年我们不断在听到 长短料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样的问题就导致说 这个货它没有办法完整的出到 终端这边的OEM商 然后最终再去出到终端的消费者这边 那汽车供应的看法 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们的快报 然后其余的产业呢 我们以电子产业来看好了 电子产业其实我会觉得 你去看库存 它其实是有分歧的一个状况 例如说手机啊 笔电这些的一个硬底设备 它的库存堆积的幅度是比较高的 那它的尤其是在第四季 第三季第四季 我们看到开始看到一些 存货的一个调整 可是呢 有一些产业是 它的需求还是很旺 但它的库存状况还是很好 对 例如说半导体 半导体产业 它在第三季第四季下半年的这段期间 其实它甚至是存货几乎是没有看到回补的 那也呼应到我们前面讲的说 需求这边还是很旺盛 然后持续去消耗它的一个存货 导致说看到明年的话 其实可能像是半导体 可能到年中都还是会有看到 供不应求的状况 那这也很直接的去反映在市场的预期 跟厂商的一个行为上面 我们对于明年的展望来看 去捞一下过去三个月的一个数据 全球半导体相关的这些龙头企业 其实市场对于他们未来12个月的 获利预期都是持续在上修的 那不管是市场预期 或者是厂商自己 对于明后年的一个资本支出 也是持续在扩大的 好 Bibi讲到重点 供应店的状况基本上看库存 我们讲了一些 产业间的一些库存的状况 好 来问一下Alan好了 Alan在有一集的节目也有提到 就是美股的补库存循环的下一棒 就是所谓的CAPEX循环 那这个资本支出的循环 在A名方比较去 比较没有一个focus在特别琢磨 那我们就好好问一下Alan 你怎么看这个CAPEX循环呢 OK CAPEX循环的状况其实不难理解 就是由大型股去带中型股 带小型股 像台股也是这样子 一定是台积电线提拨CAPEX 然后去养了一对供应链 所以CAPEX循环 美股的CAPEX循环指的是 S&P500这些大型股 那么在扩大了资本支出之后 那么开始去带中型股 像S&P400 再去带小型股S&P600的资本支出 资本支出就开始出现一个 经济的内部的内生增长的一个效果 经济的内生增长 就自己就自己有一个 很强劲的一个动力 他们过往我们可以经历了 这是这样的一个循环 资本支出循环过往 我们经历了Web 2.0 的数位化革命CAPEX循环 后来一定有智慧型手机 我们现在人人有一支 对不对 这一次的发展 我个人认为会是从云端运算 云端市场而来的CAPEX循环 美国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 推称了广泛的美股企业 还有个人的用户 强劲的一个云端的需求 就是大家纷纷的上云上云 这迫使了云端的提供商 正在加速扩大CAPEX 包含了Google 微软 我们在最近的几个quarter里面的财报 我们都可以看到 他们对于资本支出的态度 非常非常一个积极 多次强调会持续扩大投资在云端运算 以及Data Center 就是资料中心上面这个主軸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疑问 就是这些公司可能会不会 就是资本支出是假的 资本支出是假的 我们就必须做一个对标 我建议大家 你如果觉得它是假的 你可以去对标Intel 你可以去对标Intel的下单状况 你也可以去对标 譬如说台股有很多的 供应链的一个伺服器的厂商 譬如说像微影 你可以去对标这些 他们的应手的接待状况 所以就可以证明回推回来 这些美股的上游的巨头 像Google 微软 他们的资本支出是不是真的假的 其实我已经看过了 是真的 是真的 他们除了Google跟微软的举例之外 整个overall的S&P 500来看 我们也可以看到 相同的CAPEX的增长力道 我拿一个Morgan Stanley的统计 给大家跟大家报告 我们这一次的S&P 500 把CAPEX的循环 估计可能只要花了12个季度 就可以回到疫情 就是经济危机爆发之前 今前的一个高峰 仅次于1949年 经济大萧条的6个季度 远远快于2000年 网络泡沫的17到18个季度 以及2008年的38个季度 这什么意思呢 这再来讲的是 每一次美国经济爆发了 经历的经历衰退之后 企业 S&P 500企业 总共需要花多少的时间 才愿意重新关注在投资之上 那么现在速度是非常非常快 仅次于1949年的6个季度 仅次于1949年 所以现在CAPEX循环 在S&P 500里面 共识其实是非常非常强劲 当然这也彰显到了 美国经济的强需求 就我们刚刚讲的 一定要有需求 老板才会愿意提拨 董事会才愿意提拨 更多一个资本支出的投资 所以CAPEX S&P 500 CAPEX的大局的扩张 我个人认为 在2021年 获利复苏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S&P 500的获利其实是不错 2020年就不用说了 大幅度一个反弹 所以获利复苏 企业有钱赚 那么相信S&P 500的许多企业 那么也开始愿意重新扩大CAPEX 来应对下游的需求 Alan讲的 我有想到就是 MFound出的科技巨头的四个趋势里面 云端运算 确实是我们那时候 也point出来的一个 蛮重要的趋势 刚刚听到Alan讲一个过程 就是Web 2.0的数位化革命CAPEX循环 后来智慧已经手机 到现在云端市场 我就想要问一下 Web 2.0 在过了两次的CAPEX循环之后 Web 3.0 Alan你是怎么看 你跟Eon Musk一样吗 认为他是一个假议题吗 OK 我个人认为 Web 3.0的假议题 我个人 我个人认为 的假议题主要存在于 比较区块链端 我说的不是技术 技术我很buy in 我很buy in区块链的技术 我所谓的 觉得我比较不buy in的是 一些代币 或者是DeFi的项目 或者是NFT NFT NFT这份的话 我个人也是有买的 我个人就玩一下 因为基本上 你一定要参与一些市场 你才会理解里面的人在干嘛 我个人是有玩一下 有发现里面有一些 泡沫的状况 有一些泡沫的一个状况 就是项目冒得很快 那价格你也没有办法被估值 当然我们都知道 这些许定货币的价格 没有办法被估值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就是Web 3.0这块的假议题 我个人不buy in的 可能会是在于这些 比较有金融投资领域 我个人认为有点泡沫 这边其他的部分 我个人我都还是蛮认同的 OK好 那问完了这个 我们怎么样看这些 capac循环之后 我们来问一下 就是大一点的市场 我们先从新市场开始问好了 新市场2021年 大家知道状况 通膨的因素 然后新市场很多的央行 更快进入了一个 所谓的升息循环 巴西跟俄罗斯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那我想要问一下 就是有关于新市场 明年2022年 会不会降息 那Vivi你怎么看 好 新市场今年的通膨 其实飙得很快速 那为什么我们总是看到说 新市场的通膨 好像比这些欧美国家 还要来得更失控 主要就是他们终端消费的 一个组成 其实是不一样的 新市场它在于 像是能源 矿产品 或是农产品的 这一些的消费的 比重是相对的高很多 那相对来说 欧美国家 它可能就是在 服务性的一个消费 这边是占比 是更大的 回到新市场 这些刚刚讲 占比比较高的原物料 那它的原物料价格 我们知道 其实它的波动度 相对于服务性消费来讲 又大了更多 尤其是在 今年看到的 一个纵南美洲 其实纵南美洲 他们其实除了 能源的通膨之外 他们近年又有看到 天气因素来去加剧了 他们农产品价格的一个上涨 所以对于 中南美洲来说 中南美洲来说 是有点像是 雪上加霜的状况 相比来讲的话 其实新亿亚洲 今年就 比较没有看到 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从升息的时程来看 也是相对来讲 比较落后的 那我们看到明年的话 其实 这些的大宗商品 它的价格就是 很容易看到 大起大落嘛 例如说 今年的 铁矿砂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再加上说 今年大宗商品的 基期 垫得那么高 那我会觉得说 明年 新市场国家 其实他要去担心的 不是通膨 反而他 甚至有可能要去担心的是 通缩的可能性 例如说 今年带头升息的 巴西 俄罗斯 这些国家 明年下半年 都会有机会 因为通膨的下滑 就是说 对于通缩这样的状况 要去因应而去进行降息 从这几次的 一个利率决策会议 其实就有可以 慢慢的观察到 就是这些央行的 一个态度 其实有慢慢的 在释出一些转变 例如说 巴西 他虽然说 第四季他的一个升息 是升得非常猛 可是他在12月的会议上 特别提到说 货币政策的紧缩进程 将会持续 直到通膨的环节 就是他之前都没有 提到说 他要紧缩到什么时候 那所以他这次 算是说 给出了一个指引 那也确认了说 明年 确实如果通膨下来的话 他是有可能会去结束 这样的一个紧缩进程 甚至是降息的可能 那新市场的货币政策 我会觉得说 你去看的话 其实是 他是比较混乱 或者是比较没有一致性的 尤其是在 这种小循环主导的一个时期 而不是像2000年 或是08年 或者是2020年 这样种 这种全球的大衰退 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原因呢 除了是因为 新市场 他的经济体之间的体质 扎一 其实是很大的之外 另外来说就是 其实部分的 新市场的货币政策 其实是慢慢的在转向到 比较是偏向欧美市场 这样的一个逆周期的一个状况 那又或者是说 还是有一些 更奇特一点的例外 例如说 土耳其这种 很失控的国家 降息就降到底 他的央行的独立性 跟他的一个政策透明度 是非常低的状况 所以又更加的来去难以预测 好 我们回顾一下2021年好了 2021年呢 新市场开始 升息 然后 成熟市场 就开始不动 那2022年呢 现在看起来 成熟市场 陆续都要升息 然后新市场 可能刚刚听起来 会因为面临到一些 通缩的风险 然后可能会做降息 看起来明年的分歧 还是蛮大的 刚刚问完新市场 之后 我们就来问成熟市场 Alan 你对于成熟市场 升息循环 有什么看法 OK 那我对于成熟市场 的升息循环看 那么主要思考 有两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是 那个成熟市场的升息循环 对比新市场来说 那么绝对会比较温和 比较温和 所以我们以美国来 成熟市场 以美国来举例好了 那在联准会 这个升息循环 我个人认为 升息那个预期会提前 但是我个人不认为 在上半年 美债之旅 有大幅的上涨的一个风险 因为大家都知道 升息如果预期提前 那么EU EU 尤其在10年期 美债之旅那边 可能会做一个反应 那我个人认为 10年期美债之旅 应该不太会有 大涨的一个风险 从上半年看 所以这对于 美股的资产重评价压力 我相信不会是很大 这会给予股市 就是美股的企业 更多时间来证明 EPS的growth 就是成长率 是可以跟上 利率的一个成长率 因为我们不管 我们在市场上 不管是用DCF评价 或是用Golden Model 那个鼓励增长模型的评价 不管你用哪一种 基本上我们同步都要必须思考 是EPS的growth 以及利率的增速 那么第二点 就是已开发国家 成熟市场的一个胜育循环 有可能会让原物料的价格 有点压力 因为原因在于是 美国的升息速率 会比欧洲来得更快 美德利差 有可能会持续的走扩 美德利差的走扩 就会导致了市场 比较多的一个 利差交易的动能会产生 市场会容易往高利率的地方走 高利率的地方走 所以这样的环境 可能会让美元指数 称在一个高档 我们现在知道美元指数 其实位置已经不低了 然后科文认为 有可能在明年上半年 会继续称在那个位置 这对于原物料价格来说 其实就不是一个好事 Alan讲的 其实我们对美元指数 看法也是差不多的 明年在短期部分 美元指数 应该还是会处于 在一个高位的水准 好 除了前面提到的病毒 或是可能的财政政策 或是升息降息 说在这些之外 两位认为 明年还有什么样的风险 要提醒投资用户的呢 Vivi你先好了 好 明年的风险的话 我会觉得供应链 到底什么时候会缓解 我知道虽然讲了很多集了 但是我会觉得 这还是明年的一个 比较大的需要关注的议题 那因为它会关乎到说 我们在讲这个库存的 一个调整期 就是执照业周期 它进到下行的一个阶段 到底会有多剧烈震荡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 我们最近就是 可能市场都比较看好的 这些能够受惠到 供应链缓解的一些题材 它的状况其实还是一样差 就是说供应链 其实并没有如期的缓解 或者说缓解速度是很慢的 所以我如果是 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 就会造成是说 它的整个健康的 一个库存周期 就会被打乱 等于是说 它没有要走去库存的这一段 就是可能有些产业 它根本就没有补到货 那你要去去什么库存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会导致说 它的周期被打乱 然后它在新周期 它反弹的力道 其实也是会有限的 另外的明年的风险的话 我会觉得说 可能会是落在说 下半年的一个政治风险 那因为我们知道 中美他们竞争 其实还是都在持续的 对那明年下半年 对于中美来讲 都是会有一个 比较重要政治的一个事件 也就是说中国的20大 是落在明年下半年 另外美国的一个其中选举 也是在明年下半年 可能都是接近在Q3底 Q4处的时间点 那这其中呢 我又会觉得说 中国的政策走向是更重要的 因为中国其实作为制造业 或者是说新市场这些 比较偏向是短周期的国家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领先指标 尤其是明年我们会看到 是周期错位的一个状况 是更明显的 所以中国的动向 它就是非常需要去关注的 那中国它的政策的动向 我会觉得说 有时候它跟它的一个政治 会有一些很巧妙的 一个时间点的关联 例如说今年我们可以看到人行 它在7月的时候 才开始降准嘛 那它其实就是 一路就是跟到中国共产党 百年的庆祝之后 才去进行降准 那我觉得 这是明年可以去关注的事情 就是说20大之前 我们会不会是 看到一些更多的一个宽松政策 例如说最近我们看到 它又降准 然后又降息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 预期说它可能对房市 可能会去放宽 或者说有再新的基建出来 那这些政策到底会不会实现 或者是说 它是不是会有不如预期的状况 可能都是明年比较需要 去关注的风险之一 好 VB提了两个风险 那Alan呢 你觉得明年有什么风险 OK 我个人认为比较大一个风险 就是美国工会的一个罢工潮的一个失控 后面看到 目前美国工会算是一个多点开花 那我最近 因为因缘际会 然后我就打电话到国内的航运的一个供应链里面 然后大概问一下美国 我目前第一个先问的是 一定会是打电话去航运商 一定是先问码头工会目前的罢工的状况 那码头工会目前的罢工状况大概会在三月份 有可能 有可能如果最快的时间点 可能会在三月份打到一个老子协商 最快最快 然后有可能会往后延 那再来是第二个 码头那边 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解除罢工的状况 只会来自于行政人员 行政人员的新的 下一次协商合约 在六月份要到新的合约要到期了 那他们在到期了之后 想要说说 就是旧的合约到期 旧的合约要到期了 那么要展延新约 对不对 展延新约 那展延新约一定会开始 开始进行一个老子协商 所以如果明年罢工潮 没有办法获得缓解 然后罢工的协商出现 对破裂 那会导致了整个罢工潮失控 那可能就供应的警察越来越严重 这是可能会导致了 FED升息的速率 会追着通膨炮 原本现在 我个人认为是用升息预期 去管理通膨预期 但如果罢工潮失控 导致了通膨的压力 进一步的往上走高 那会到这时候可能就变成真的 变成真的 就是升息的速度 真的会去追着通膨炮 那这就是一个比较 非常不好的一个状况 非常不好的状况 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 我认为是很严重的一个 政策失误的一个风险 那这会加速 那个EO curve的协力 在那个明年的下半年 或许如果出现这个风险 那可能明年下半年 就接近倒挂的一个位置 明年下半年 那目前的美国通膨压力 是比较高的 我们也呼应这一段 我们也讲一下 就是美国目前的国会 的针对基础建设一个法案 那明年初美国国会复会之后 我个人认为 拜登政府的基础建设法案 可能就会通过了 虽然我们以10年 10年1.75兆到2兆美元的规模看 那不是太大 这规模以10年的长度来看 那不是太大 那但是因为 目前美国经济 其实不学需求 我们确实供给 我们确实缺工 我们确实缺料 所以财政政策 不管怎么样来说 对于通膨来说 都是一个加分项 不是一个减分项 所以如果 现在我们就已经有一个 基础建设法案的一个 通膨加分项 如果工会又八共四控 那通膨加分项更大 那我个人认为 联准会可能没有办法 用升息预期去管理通膨预期 可能就变成真的会使用升息 去追赶通膨率 好 我多问一下 刚刚那个Alan讲的问题 如果真的劳动市场出现的问题 难道美国政府不会出来救吗 OK 美国政府应该会 我个人也是期待看到这件事 就是美国政府出来进行一个调停 包含了白宫政府 我个人也是认为白宫政府 应该要快速的进入的各个工会 包含了码头 这个工会进入一个调停 但是就我个人的认识 以码头工会举例来说 桌政府进入这个工会 比较过去传统 因为资本主义市场 就不太有干预 而且要进入也不是那么容易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以举例来说好了 就是我有朋友 他们家需要运送一些货柜 运送一个货物 货物从台湾这边 然后装上货柜 然后运到美国 过去他们有 之前15年前 有预告也是罢工潮 罢工潮政府的时候 就完全没有办法介入 而且那些工会很强悍 会拿着枪 工会真的有拿着枪 贺枪实弹 站在门口 不让任何人进入 就是比如说有些业主 他们可能会去外面 就是拿着工会 罢工 然后我去外面找 我自己找我自己的工人 我要进来班 不给 不给班 那我会一直讲的是 就是目前白宫政府 要进入这一块 可能要使用一点行政力量 在行政力量 那白宫我们目前 并没有看到他 使用相关的这些力量 然后介入的力道 也并没有看到 那如果 我相信 如果罢工好失控的话 美国政府应该 会来救 也需要来拯救 目前的美国劳动力市场 好 谢谢两位 我帮大家统整一下 就是明年可能会遇到一些风险 刚刚Vivi其实一开始就讲 是供应链到底没有缓解 我们讲了很多 但是从Alan这边 也会听到说 供应链有没有缓解 其实也蛮大一块 在美国的劳动市场 尤其是在码头 刚刚讲的这些 他们要攒新约 看起来是目前不太顺遂 如果真的 劳动市场 会出现问题的话 反而还是会继续影响着 美国通膨压力 还是会持续往上推升 这时候 美国联总会就不得不用 更快的升级速度 去追上他所谓的通膨的压力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下半年 还会有重政治风险 包含了中国的二十大 中国现在到底 要往制造业走吗 还是他的内需 到底要不要去 内需看起来现在不太好 他要 中国要共同富裕 是不是制造业 才是他的强项 加上美国的提供选举 也都落在2022的下半年 那这四个的重要的风险 然后提供给各位用户参考 好我们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刚刚听了两个主题 基本上都是蛮需要认真 好好地来思考的一个内容 我们第三个主题上 大家来放松一点点 我们好好聊聊 美股韭菜王好了 好我来先问Ellen 这个粉专叫美股韭菜王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员的 这样的一个职业的呢 OK 那我觉得研究员的职业 Saleside 我们讲Saleside Saleside就是一般 大家听到的法人的一个机构 就是会出报告这些人 Saleside Saleside研究员职业 大概是在2014年的时候开始的 这个职业会在今年底结束 我明年来要去拜赛 会来管理一些资金 美股韭菜王的粉专 这个名字 大家不要看到 韭菜 韭菜两个字 就想要我被割 我被割了 我反而觉得 我们先预设自己是个小韭菜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也是 我们在美股投资也是一个小韭菜 但这是 其实代表一个良好的投资心态 那么面对市场一个谦虚 不是骄傲 那也是常常我提醒我自己一个地方 即使是韭菜 我个人认为是有分类的 看你是嫩酒还是汗酒 欢迎大家加入美股韭菜王 训练你成为最强汗酒 好我们来问一下最强汗酒好了 你认为避免成为嫩酒的最大原则是什么 OK我认为最大的原则是 这边提醒大家非常认真听 你不要去backward looking backward looking 不管你是研究 比如说大家可能研究基本面 研究财报 研究top down的总经的 都很容易犯了这个毛病 就是backward looking 就是往后看 很多数据是往后看的 我随便举例一个失业率 随便举一个非能 都是backward looking 你必须利用这些backward looking的数据 去做forward looking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实时检查市场的论述 story 讲论述会比较难 解读论述 我教大家你要如何检查 什么时间点你要检查市场的论述 以我个人在金融训练上面的停利 停损的方式 我个人不设停利 我个人不设停利 我关注的是进场的估值的点位 估值的位置 停损的方式是设定 个股的股价高点下来跌10% 作为一个检查点 就是一个check point 或者是更清楚一点 如果大家想更清楚 你可以设定跌下一个标准差 跌下一个标准差 因为有些中小型的成长股里面 因为它在S curve S曲线的早期 所以它的股价波动很大 波动很大 所以随便买一个跌 随便很容易就跌4% 所以设置一个标准差 会是一个比较容易不被洗出场 股价为什么会出现下跌跌10%的幅度 我们刚刚讲我们不设停利 我们如果进场的点位还OK 那进来了之后 那设定一个下跌10%的幅度 原因是因为市场在下跌10%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个看空的论述 去主导股价走跌 那我们设置这个检查点的目的 就是重新检视你这些持有的个股 两点 第一个是你原来上涨的论述 你报上来的理由是不是改变了 上涨的理由是不是消失了 第二个 你目前下跌的论述是不是成立 好了我随便举例一个 在今年大概2021年的大概上半年 你可以看到 那时候时间期每天的持续走得很高 短线上的利率走得很强 引动了整个美股的 出现很严重的资产重平价 尤其在成长股里面 那时候这时候就这个 很好的一个使用的方式 你去检视 就是当时的看空的论述是 EO大幅度的走高 导致了资产重平价 那你认为这是利空吗 我们就拿这个论述 回来检查个股的基本面 个股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 它只是资产重平价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练习 一个练习 你会检查到 基本面其实没有改变 只是资产重平价 那你就 或许你给使用加码 我们有使用加码 或是你要 树英市场先减满一点点 不要全部把它砍掉 先减满一点 再减满20%之类的 都是可以被允许的 对不对 所以我个人认为 设计10%的checkpoint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重新检视之后 有些个股的上涨论述 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点 上涨论述如果渐渐消失 或者是下跌论述 第二点 在基于你自己的研究之下 你也被说服 那有人减满20% 是可以被允许 先减满30% 就大家来自由去选择 这样子 那如果有被说服呢 如果有被说服 那很容易 就继续往下减 就是如果是我 譬如说减满了20% 我第一波下跌10%之后 我减满了20%部位 如果再往下跌10% 我可能又会再减20%部位 那其实你跌了20% 你才减了40%部位 那很多人就说 奇怪为什么减不完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在遭遇金融化 遭遇比较大的 系统性风险的时候 你的个股绝对会减不完 如果你的部位够大 你也相信我 你真的减不完 因为你一定会留下一点点 大概留下10% 20%的一个持股 还落在那里 因为你不会减完 那如果你的部位小 当然是直接把它砍掉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好 谢谢Alan 我想要再问一下 就是Alan除了投资美股之外 还有投资其他市场吗 OK 我最近有建仓一点欧股 我最近有点欧股 因为我觉得欧洲的 经济的复苏比美国还要滞后 那估值相对 目前来看是相对一个吸引人 所以我个人有 在我的portfolio里面 有建仓一些欧股 日股呢 日股 日股就没有了 日股就没有 好 那我还要再问一下 关于学习的部分 就是Alan常常在 美股九大王这边 会分享自己的总金 或者说个股产业的一些看法 那我想问就是 总金对你的投资 带来的影响有多大 如果我现在听众 是一个总金的初学者 你建议要怎么样 开始他的学习之路 OK 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影响有多大 那影响有多大 我个人认为是 他不当然对我而言 是进入这个产业 就是投资领域 就是这种基本功 基本功就是每个人 基本上你都要有一点 这方面的一个sense 那因为我始终相信 那Top Down 如果总金状况 表现得不错 企业获利也会不错 这个make sense 因为就是经济好 那企业获利也就会好 那所以Top Down 在我的投资影响上面 主要是让我在 宏观经济的动态之下 我能够去找出 在目前的市况里面 哪些产业有潜力 哪些产业 可以被忽略 那再来讲学习 我个人认为 学习的话 就是我不建议 用哪一个经济数据 去作为一个入手 那我建议可以 你如果想要学习的话 那你就先围绕着 10年期美赛值率的定价 10年期的定价 去做一个学习 那10年期美赛值率 是一个商品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10年期美赛值率 那因为我相信 利率就是一些 资产定价的基准 利率就是一些 资产定价的一个基准 大家看到 你手上 你所有买的东西 其实都是利率定价 基准所形成的 那而在你理解 利率的这个过程里面 理解这个利率的形成 你就可以涉及到 认识一些央行的政策 那么通通的预期 甚至债券市场的一个工需 这当然比较深 许多人的面向 你可以从一个围观的角度 从这个商品里面 一个围观的角度出发 那么可以做一个 比较宏观的一个学习 好 谢谢 真的非常谢谢Alan 在百忙之后 来跟我们做交流 这一集真的是 很多很多的内容 Alan还有什么想法 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OK 我有个想法 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知道有一些 比如说大家学习 总经的 学习个股研究 财报 结论会计的都一样 因为我以前念会计 都一样 我个人认为top down 大家不要只看top down top down不要只看top down 一个好的投资者 你应该具备 button up的选顾能力 因为如果top down的话 很容易 你最后买进的表例 变成ETF 你买进的ETF 当然我不是说ETF不好 我不是说ETF不好 因为如果只是 一般的小散户 我们要存点钱 我就认为 长期投资来看 ETF是一个好工具 这非常非常好 EPF是工具 其实非常好 但是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是 比较积极的投资人 甚至来说 你是一个好的研究员的话 选alpha的能力 就很重要 就是选超越市场的 一个报酬 所以我个人认为 top down 大家不要只看top down button up button up这一块 也是同等的重要 当然button up这边的话 也不要说 就是觉得 top down这边没用 所以两边 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 欢迎大家 在总经学习里面 欢迎大家订阅 财经M平方 那么支持他们 做出更多 更好的一个内容 好 感谢Alan Alan讲到财经 我也想要 有一个benefit 给美股韭菜网的 一些用户 也就是说 你现在点击 我们资讯栏下方的 14天免费的 使用MN Pro这个连结 那你就可以使用 MN方全占的功能 那如果你今天是 美股九大王 听众朋友或是用户 那想要来了解的 也可以直接点击这个连结 来兑换我们的AMN Pro 你就会知道 top down的方式 如何来看待 整个总经市场 那节目的最后 也要跟观众朋友提醒一下 下个星期日 我们是迎接2022 那我们的Podcast 也会暂停一周 但取而代之的是 我们创办人 会在1月3号的时候 用展望的方式 在线上跟大家见面了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 也谢谢Alan 谢谢Vivi 我们下下礼拜见 拜拜 拜拜 拜拜